再来,我们来教大家怎么绘制折线图 有了统计表,我要把它画成折线图这一种统计图 我一样,要先有一个格线图在这边 第一个步骤,我一样要写上标题名称 只是因为这个时候我要画的是折线图 所以我要把统计表三个字改成折线图 因此这个统计图的名称就会变成 野野骑自行车里程变化折线图 第二个步骤,我在垂直轴标出我们要统计的这个量 这里的量就是里程数km 把它标示好 第三个步骤 在垂直轴取相等的间隔标示出量的变化 好,有时候题目会给我们两格 要我们填剩下的 那你看,每一格从0到2 代表每一格的大小都是2 所以我下一格就是2加2,4 再下一格就是4加2,6 以此类推 8,10,12,14,16 垂直轴处理完了 我们再来处理水平轴 在水平轴标示出时间的名称 因为我们在折线图上最常用来看的就是时间的变化了 那时间有很多种啊 可能有月,可能有日,可能有时,可能有分 那在这里用的是时刻 我就把时刻写上 再来 在水平轴取相等的间隔 依顺序标示出时间 我们在画折线图的时候 时间间隔基本上会是相等的 像我们来看看 它每一个是不是都相差10分钟 所以我也要以相等的间隔 把这些时间标示好 到这里 都跟长条图的绘制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 我现在要在统计图表当中 找到相对应的时刻和里程数 我们看一下 8点这个时刻 是在0公里 所以呢 我8点跟0交叉点就在这边 那我会先画上一个点 做记录 8点10分 在2公里 所以我就把8点10分这条线 往上找找找找找找找到 2公里 刚好在这个交叉点上 我一样画点 做记号 8点20分 在4公里的地方 我就把8点20分这条线 往上找找找找找找找到4 交叉点 一样 画个点 8点30分 在6公里 往上找 找到6公里 点 8点40分 在8公里 8点50分 在10公里 9点 在12公里 9点10分 在14公里 9点20分 在16公里 所以 每一个时刻 跟它的里程数都会有个交叉点 那记得 找到这个交叉点 里程数跟时刻的交叉点 好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将步骤6 所有的点 依序用直线段连起来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这样子连过去 这 就是我们的折线图画法 在10公里 那个 感谢观看